這一次烏克蘭會入侵庫斯克州 哲倫斯基他以為他是戰神 來搞一個唯位救兆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普丁沒上當 他自知不理 俄羅斯會動用核武的條件是 第一個俄羅斯的本土被攻擊 現在已經被攻擊 早就已經跨過那條紅線了 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趕緊來看到的是 現在俄烏戰爭的最新戰況 我們首先要來關心的就是 在庫斯克目前的最新戰情到哪裡了 烏軍在庫斯克試著要繼續的往前 再做更深入的推進 而最新的消息掌握到的是 他的第22的獨立機械化旅 自行的公布了在庫斯克地區 現在已經攻下了 艾赫馬特車臣的軍團 好 這是來自於第22獨立旅攻下 庫斯克特別是在這個地方 艾赫馬特的車臣軍團 今天我們要來特別關心 這個一處拋棄的防御攻勢 另外烏克蘭持續的派出自家的無人機攻擊 包括了庫斯克這邊在內的 他的現場的變電站之外 在俄羅斯的境內 他們也持續的攻擊 是薩拉托夫的大樓 另外烏軍還端出了號稱叫做 原麵包的一款遠程火箭無人機 根據了解這一款無人機 它可以涵蓋的範圍 包括到了24座俄羅斯的軍機場 可作戰半徑達到了750公里的一個大範圍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烏軍的第22獨立機械化鋁號稱 擊退了車臣兵的防守據點 持續推進 另外剛剛特別談到了無人機的部分 也用上去了 這個呂它的實際戰力到底如何 哪一些點特別重要 可以特別來做觀察 縣長怎麼看 我先說 就是說我們關心俄烏 我關心到現在 尤其是我為了要上節目 所以我非得關心不可 在這個漫長的期間就知道 有時候你就會聽到 歐軍勝勝勝了 打了他們怎麼樣 又有時候 烏軍又勝了 怎麼樣打到哪裡去了 但是總體來講 烏軍的就是說 失敗的慘敗的這種消息 是少於他的捷報的 俄國的捷報多 就要到目前為止 第二個 我實際上在講說 你不要去聽他宣傳什麼 你去看他雙方的領導人的動作 你可以知道 他會感受到他到底是壓力大 還是他比較輕鬆自在 目前來看 你看哲倫斯基到處跑 到處講 他最近又說了好多事情 要到美國去 要一個這個勝利計劃 什麼什麼什麼的 要見這個拜登 要請南方 他講了好多奇怪事情 感覺讓他比較受到壓力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 這個二十二獨立基建化旅 他有多少人呢 大概是四千人 這不算少 這四千個 這個正規軍算蠻多的 他有哪一些的裝備呢 第一個他有步兵戰車 還有坦克 他有自走炮 他有為了要防空啊 他有防空導彈 像如果我們最熟悉的就是赤震 他也有一些跟車載式的 這種防空導彈 都是進程的 那還有反坦克的導彈 就是你打上坦克 對方有坦克來 我一個兵可能就拿了一個 這個拖式飛彈 像標槍飛彈這樣去 去打你這個坦克的 那這些我剛剛說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傳統的武器 這就是標準的 機械化就是這個樣子 二戰 二戰除了一些先進的沒有 大概也是這樣 但是它有一個是比較不對稱的 就是今天說的這個圓麵包 它這個圓麵包 我看一下它的資料 有一點類似俄羅斯最近不斷在使用 而且今天有一篇報導 新聞出來 說烏克蘭非常頭痛 俄羅斯丟的那個叫做華翔炸彈 對 它可以從三百公斤到三千公斤 那個炸下來可以把整棟樓都給你炸垮掉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就是類似華翔炸彈 但是它比它又稍微的 更多了一些控制的能力 那華翔炸彈一丟 大概就是這樣一直彎下去 它這可能還可以控制一下 它的這些左右的行進路径 但是它的炸彈呢 也還算蠻多的 我看算蠻多 但是它是一個不對稱 它不是傳統的 但我剛剛跟你說的 所有這些四千人 這麼多裝備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很強大 錯了 現在的所有的武器 已經完全不是跟以前一樣 我現在有些很多的 面的殺傷的武器 我跟你說的第一個 極速炸彈 你都要去 打下去 像多管火箭 還打下去 整個面給你撲下去 還有一個叫做炸彈王 叫做溫壓彈 還下去 我炸不到你人 我也把空氣給燒光了 然後最後怎麼樣 你躲在剛那個叫做 裝甲裡面 唐克裡面 你會被憋死 因為沒有空氣沒有氧氣 所以它一下去 它不是一個點 整個的面 你四千人 它能散開多少 所以以現在的這種武器的 這種殺傷力的觀點來看 一個孤軍深入的四百的人 對不對 四千人 你第一要想到它怎麼分散 它不能過分集中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讓人家覺得蠻擔心的 你以為它很有戰力嗎 萬一更別說 如果俄羅斯丟了一顆戰術核武下來 我跟你講這一堆人 就通通結束了 可能他們怎麼樣能夠自保 你知道嗎 通通跟一般民眾 就是你深入敵境 到了對方的 就我旁邊 我用俄羅斯的人民來做我的盾牌 它總不至於下來 把整個地區的人都殺死吧 除非它所有人都跑掉 但是跑掉你要知道 我炸了這麼大的地方 你事後修復也要很累啊 所以可能這些它有些顧忌 在那裡 目前能夠顧忌 但是它其實真的 以現在的武器的殺傷力來講 四千人的機械化的力 已經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戰鬥力量 好 我們除了關心在烏克蘭的這個攻勢之外 在俄羅斯的部分 會不會拿出它的戰術核武 我們也會來持續的做關心 而烏克蘭因為它掌握到了軍方消息 說俄軍至少派出了11架 它的TU-95戰略轟炸機 對烏克蘭 施發超過200多枚的導彈無人機攻擊 現在呢 烏克蘭的首都基辅不時呢 根據了解在當地都可以不斷的聽到爆炸聲 依照目前的戰情來做判斷 俄軍有沒有可能一舉往基辅首都這個地方 來做一個進攻 尤其是使用所謂的戰術核武來做重點打擊 像這個怎麼看 其實最近呢 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呢 還在公開談話當中 也還是有提到了一下 針對於核武的部分 他就要提到說 如果西方允許俄羅斯 那麼繼續用西方的武器來打俄軍的話呢 他就在玩火 而且他就提到說 那麼一旦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 那麼他們現在正在澄清 那個英文的部分 他其實是俄文 他說他們在整 應該說他們在整理 有關於這個核 也就是說核武器當中要怎麼用 他們在整理 但他講說 如果要因此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 不只是在歐洲 那不只在歐洲意思是什麼 就可能包括美國 所以當然 話雖然是說得很狠啦 但是我們不得不說 我們現在對比從烏克蘭戰爭以來 到現在已經超過十次 無論普丁或包括拉夫羅夫 乃至於他們的國防部 暗示了或直接在談到 有關於核子武器來說 我認為這兩天 當中拉夫羅夫說的語氣當中 並不是最強烈的 而且 所以我倒不是說他就是在唬人 只是我要強調的部分是說 以現在來講 確實是俄軍或烏軍 確實都是整個戰事 跟戰力上來講 確實是比較 大家都是很激烈的 只是說現在必須要特別注意 當然你說要不要攻下基辅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在兩年多前 我們都覺得不應該攻下基辅 那麼兩年都還不攻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 因為現在主要是在白俄羅斯 也就是在基辅北邊的部分 現在確實軍力也開始集結 那麼也就是說 俄羅斯的部分究竟下一步會怎麼做 有沒有可能結合白俄羅斯 那麼對基辅真的產生更直接當中的攻擊 其實大家如果嚴格來說在看的是這一點 那麼造動用核武 目前看起來其實機會並不很高 但大家不要忘 從包括普丁過去曾經說過的兩個 他們有可能動用核武的條件 第一個部分就是你攻打或你入侵 攻打俄羅斯的領土 直接上 直接打俄羅斯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你西方國家參與了這場戰爭 這個參與就是說現在到底就現在在烏東 此刻包括庫斯克這個地方 大量的用西方的武器 這個算不算 所以這個界定本身 雖然不是說你定義了我就要用核武 但是確實現在越來越靠近 先前普丁所提到的這個兩大紅線 所以你也不得不說萬一真的有可能 逼近核武的部分的使用 那就表示它要終止戰爭 因為核武這個部分是毀滅性的 它可能就要停止戰爭了 那麼打擊不下來 戰爭不見了還停止 我覺得大家現在確實 無論是更接近談判桌 或者是現在更接近要終止戰爭 確實是更加強烈了 我補充一點 前天俄羅斯攻擊基輔的時候 有兩顆飛彈打到它的水庫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電視畫面的 一個是打到它的水壩上面 有一面牆倒下來 那水壩基本上還是好的 因為那是一般普通的雄音飛彈 還有一枚 大家就鏡頭照著 我就 哇 對著那個水這樣子打下去 我在那看著 我天哪 我看完那個我就告訴你 莫斯科其實在跟北約講 如果這兩顆飛彈 有一顆是戰術核武呢 只要有一顆換 就不得了了 基輔說 只要這個水壩它至少造成幾百萬人死亡 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威脅 他沒事丟兩個 打到那個水壩那個水裡面 他就在警告你 對 我換成戰術核武 你不要惹到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警告 我相信北約一定看得懂 他絕不是這麼傻瓜 你一顆飛彈打到水裡面去 那是一個很嚴重的警告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看看 這個澤倫斯基接下來會怎麼做了 這一場戰事可能會怎麼走下去 因為這個其實澤倫斯基 最近也特別表明了 他說呢 這個烏克蘭在俄羅斯邊境的 這個庫斯克行動 就是我們烏克蘭勝利計劃的起手式 那CNN做的分析說 澤倫斯基他也說了 9月份他會去美國嘛 出席這場聯合國大會 到時候會跟拜登見面之外 這個根據了解 烏克蘭的總統府還會加碼 說希望全球南方國家 一起來承辦下一場 可以結束這場戰爭的一個峰會 好 我們看到烏克蘭現在也非常的著急 端出了庫斯克戰火 一方面要來跟拜登表功 另一方面又說他要找這個全球南方 這會是烏克蘭一廂情願嗎 還是他有一個比較高端的一個計畫 一個比較有遠見的一個計畫 委員怎麼看 烏克蘭如果真的有勝利計畫 他早就勝利了 他打了兩年多到現在都沒有勝利 然後忽然跑出來告訴大家說 他現在有個勝利計畫 這講出來誰會信啊 這又只不過是澤倫斯基 另外一次精心包裝 企圖要再跟全世界 再勒索一批經費跟軍援 他的這個很漂亮華麗的說法而已 他如果真的勝利就明天就勝利了 打到現在都沒勝利 然後你說我現在拿一個勝利計畫出來 給大家看一看說我會勝利 其實我覺得只要稍微 有一點智商的政治人物 應該都不會被糊弄到 但是這一次烏克蘭會入侵庫斯克克州 我覺得主要是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澤倫斯基打了一個錯誤的算盤 他以為他是戰神 他要攻敵之必救 所以他打了之後呢 就要來搞一個微微救兆 結果沒有想到呢 這個普丁沒上當 他自知不理 因為普丁我說過他仗的俄羅斯大啊 你就這麼一點人 就像剛才艦長講的 你就孤軍深入 你到底能夠深入多遠啊 我再讓你深入2000平方公里好不好 然後你剩下的人怎麼辦 你要補充更多的兵員進來嗎 你要帶更多的裝甲部隊進來嗎 如果你通通都擺在我俄羅斯 這庫斯克州周圍了 那你這個東部 東邊的這個 烏克蘭東邊的戰線該怎麼辦 更不要講像剛才上次哥說的 你基輔的北邊還有擺俄羅斯的部隊了 所以你到底有多少部隊 烏克蘭現在的人數本來就不夠啊 所以其實對普丁來講 我覺得他早就老神在在了 他充容的用他這個俄羅斯廣泛 廣大土地這樣的一個狀況 先讓你這個4000多人 這支部隊孤軍深入了 那接下來再充容處理你 所以你看到其實 普丁沒有因為庫斯克州被入侵 而改變了他在烏東的強力猛攻 他沒有改變 那麼第二個我覺得 這個澤勒斯基之所以要做這件事情 是為了幫拜登嘛 就因為拜登馬上就要面臨最後的決戰了 他跟川普現在 賀錦麗跟川普之間的民調就差非常非常的近了 就選舉人票就差一票兩票不斷的在拉鋸 如果烏克蘭的戰士在這個今年十月之前 這個敗了或者是一潰千里了 那不得了了 那這個美國的這個明星士氣的反彈 到時候會嚴重的衝擊到拜登民主黨的選情 所以在這個時刻 為什麼拜登會容許這個澤勒斯基玩火 他們兩個是一拍即合的 因為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但是我要講的是剛才上這個題的兩個重要條件 美國跟西方國家現在完全當自知不理了 兩個重要條件 這個俄羅斯會動用核武的條件是 第一個俄羅斯的本土被攻擊 現在已經被攻擊了 他還不再走鋼索 他早就已經跨過那條紅線了 然後第二 北約的部隊有加入 北約的部隊早就加入了 這就是為什麼在先前 俄羅斯的這個國防部的官員 公開講 入侵庫斯克州的部隊裡頭 就有北約的部隊在裡頭 以傭兵的身份來加入了 所以其實坦白講 我一直覺得很妙 就是全世界現在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看普丁一個人的抉擇了 就是你到底能夠忍多久 人家已經一次又一次踩你的紅線 不斷地往前踩 就居然我們全世界所有的和平 都戲於普丁一個人的身上 這不是荒天下之大妙嗎 明明這個和平的按鈕 應該握在我們所謂民主國家陣營的手中 現在不是 現在大家打成一鍋粥了 就看你普丁能不能忍得住了 那你說為什麼要叫全球南方國家去說動普丁 這是更好笑的一件事情 全球南方國家跟美國一向都不對盤的 所以在這一次的俄乌戰爭裡頭 全球南方國家沒有跟美國站在一起 所以這個澤倫斯基居然要鬼扯說要拜託全球南方國家來加入 來辦和平峰會 他某種程度不過就是出了另外一個難題給美國 然後讓美國想辦法去施壓給全球南方國家 如果真的要靠全球南方國家來辦和平峰會 我覺得這個澤倫斯基等個20年代都不會等到這一天的 好 這一節我們要來關心的是烏克蘭現在持續反攻 本來大家覺得這個反攻可能就是幾天 沒有想讓現在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來看到最新進度突襲俄羅斯的邊境戰果 持續的在擴大當中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8月14號說 烏軍現在的軍隊已經掌控了庫斯克州 當地共達到74個聚落 而且達到了1000平方公里的領土 甚至還威脅到的是全俄羅斯最大的庫斯克的核電廠 大家現在就是擔心說會不會再引爆這個核電廠 如果真的被攻擊的話這個還得了 那華盛頓郵報也特別指出這是二戰之後 俄羅斯首次遭到軍事上面的入侵 烏克蘭外交部也表示說他們接下來是沒有興趣要接管庫斯克這個地方的 他們只是想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手段來訴諸公正的和平手段 再對烏軍的襲擊行動就會越快越快的來停止了 我們看到這一次烏克蘭突襲庫克四周 這種不對稱的戰法比正面對壘是否更能掌握戰場上面的節奏 但是反過來說烏軍現在是否一定只能靠這種不對稱的打法 已經沒有辦法正面的在戰場上面取得優勢了嗎 張靖老師如何解讀這一場戰役 我們其實從正面攻堅 這就是找別人強的地方去打 是最有這個就是說不聰明的做法 我們這個就是趁虛而入打擊這個敵手的弱點 這是兵法上最自然的反應 但是只是說你手中有多少的籌碼而言 這一次等於說我們講說這個戰略賭局 烏克蘭已經將這個碩國僅存的籌碼已經全部壓進去了 尤其他所有的部隊的編組深入這個敵進了 雖然宣揚說佔了多少個這個就是聚落 或者說多少個城鎮 或者說多這個大的面積 但是呢這種所謂的深入這個偵查群 Deep Reconnaissance Group 是從北約的那邊學來的戰法 那問題是他最後的達到公式極限的時候 通常是兩個因素一個是油一個是蛋 也就是說當油料沒有 當彈藥沒有的時候 他到了最後呢就是一個假設 帶了幾個高速的這個輪行的小pick up 這個小這個就是那個這個卡車這樣子去進入 你當然就騷擾而言是看起來非常的深色好 可是到了最後沒有油的時候 到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影片出來了 都是卡車被扔掉 為什麼 他在那沒有油了動不了了 最後只能汽車然後開始往回頭側 這個同樣的戰法 其實當年這個納粹德軍也在這一帶用過 這不是什麼特別新鮮的事情 這個像那個我們以前這個就是北非的沙漠之署 也是要靠這些戰術 但是我們只是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俄羅斯在不在乎 然後烏克蘭你可以得到什麼 因為俄羅斯不斷的你要是說 在這個事情沒有發生之前普丁去跟俄羅斯講 說這烏克蘭有一天變成我們的威脅 他們可能會威脅到我們 大概沒有就是俄羅斯人會相信 結果現在他真的打進來 你認為就是對於明星的號召是對於普丁不利呢 還是對於普丁的論調是有利的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其實烏克蘭就是犧牲掉他這個弱者哀兵的形象 因為他這樣反攻 但是他的正面之中沒有討到任何便宜 然後他從那邊拒絕而入 然後他講 他要是說我今天就是在這不走了 就是說你的土地跟我的土地來交換 那還好 他進去打了半天 然後他就講說我無意要久戰 請問他最後得到的是什麼 好 所以老師看到說這個烏克蘭已經壓了他所有的籌碼 在這場襲擊當中也已經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網友你又怎麼看呢 烏克蘭針對這一次的庫斯克州的襲擊 您如何評價這一場戰役 我們持續來問 那德倫斯基他用突襲式的方法來做和談 會不會讓普丁反而更激怒 然後想要做強烈上面的報復 烏軍這樣做到底賭得會不會太大 羅斯如何看 這個真的是讀得很大 要看剛剛老師有提到大鳥跟油 那另外是要看西方國家包含美國的支持是如何 有沒有支持烏克蘭這樣降臨1000平方公里的俄羅斯領土 這個也是很重要 除了油大鳥之外 這個political support 有沒有這個政治支持 來自西方國家的政治支持也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大部分的包含美國西方國家不知道烏克蘭會有這個動作 烏克蘭沒有實現跟美國說的 事後告知 對 所以西方國家有沒有支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說實在 沒有 目前是沒有 而且我認為應該不會公開批評 實際下或許會有 那如果實際下美國不滿 或法國英國等等西方國家不滿的話 那就顯示 這次都得太大了 好 我們持續看到那俄羅斯現在目前的態度 這一位是俄羅斯的武裝部隊軍事政治總局的副局長 他說烏軍在這一次的突襲行動 他說特別提到了北約的角色 他說是由北約的司令部領頭的 而且還有大批來自北約的傭兵參加 這當中有法國跟波蘭人說是佔最多數的 那俄羅斯軍方也統計這次戰場上面 俄軍消滅了數千名北約的傭兵 俄軍指控北約司令部這一次的突襲 會不會讓北約反而加入了 也拖進了這個俄烏戰爭當中 為什麼他要做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這背後政治上面跟戰略上面的盤算又是什麼 委員 我覺得剛才Russ提到了 這次很顯然的烏克蘭這個突襲庫斯克州的行動 他是對美國和西方的盟邦 是用事後告知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呢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就一直在注意 那美國跟西方的盟邦在被事後告知之後 有沒有公開否認他們支持這件事 爸以為他們都在放假 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是這群人不管是因為在放假 或者是因為事後默許 反正他們就是沒有講話 這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過去如果烏克蘭做了什麼太突兀的事情 美國跟這個西方國家會先站出來說 這件事跟我無關喔 我們並不支持他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一次大家都沒有聲音耶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 他當然會有其他的想法喔 那麼也許他的想法沒有像Russ這麼清楚的知道說 原來他們都去放假了 對俄羅斯來講 如果今天我是俄羅斯 我一定會想說 你連事後否認或者是制止 你都不做了 那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就是你默許嘛 那你更不要提到說 北約的軍事人員 其實長期以來就已經在這個烏克蘭戰場裡頭 頻繁出現了 這一點都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 這只是在於俄羅斯要不要說破 他如果說破了 那麼俄羅斯就要面臨攤牌了 因為他曾經講過 對他曾經講過 你只要是外國的軍事人員進入這個戰場 就視同你們對俄羅斯宣戰了 他以前知道這樣的狀況 但是他從來沒有公開的講破 但他這一次把這件事情公開的講破了 而且不但的講破了 還告訴他們說 這件事情就是北約司令部幹的 那麼就回到剛才這個張靖老師所提到的 那這對這個普丁來說就是一個考驗 你原先對你的人民做的承諾是什麼 然後現在的狀況的發展是這樣 那你曾經做過了一些這個宣誓 說如果發生什麼事 我就要怎麼樣了 那現在發生了 那你到底要不要怎麼樣 現在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我覺得折倫斯基 美國跟西方的盟邦就是在玩火 就原本這件事情 也許可以更好的方式處理掉 譬如說 美國跟西方盟邦在事後出來說 我們不支持 這個折倫斯基要相對克制 那好 這樣還給了普丁一個下台階 可是你們現在什麼話都沒有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俄軍公開指控你北約司令部 是介入這場這個突襲行動的時候 那麼其實我覺得俄烏戰場 極有可能 就是當普丁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按耐住國內民眾反彈的情緒的話 他極有可能會因為這樣的一件事情 而全面的擴大 好所以這戰爭看起來 是有可能再進一步的惡化的 現在大家也都把這個攤牌了 把話說得相當的明白 我們看到 那就在這個戰火一觸即發之際 俄羅斯在軍武上面 又有拿一些新的研發 這是來自於日前 在陸軍2024展覽會上面 展示的一個最新 研製來自俄羅斯的現代化 裝腳運兵車 這款叫做MGT-LB 好畫面上我們看到 這台大型的運兵車 這是繼冷戰時期 當時的一台叫做MT-LB之後 俄軍又新研發的一款 那它的小檔案是重量 16000多公斤 具有2500公斤的載重能力 可以拖曳7頓負載和拖車 裝甲的部分 我們看到它本身 可以抵禦的是小型武器的火力 還有炮彈碎片的攻擊 能夠提升戰場上面的生存能力 車內最多可以容納是8名的士兵 我們看到它研發的這款 裝甲運兵車能夠有效應對 現在我們看到烏克蘭這邊 有無人機 地雷海的夹沙 能夠去突破嗎 而且甚至靠著這一款再突破防線 張靖老師如何看它的戰力 我想多多少少會有點幫助 但是說你能不能達到就是這個 叫做堅強到無敵鐵金剛一樣 你無論是誰來 或者金鳥聞香 再多來也不在乎 那個打口碼很難 但是這個很多的戰爭不是光只看說 這個就是裝甲人員運兵車 因為它還要靠取射火力 以及空中的密接支援的火力 去壓制敵方的這個火力跟 阻絕分割敵軍 而且提供它在戰場運動的掩護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這個無人自殺的無人機 確實是造成很大的妨礙 所以它現在在災難場 現在展出了這個樣子 我看到了最後還是要加裝外裝的鐵龍 或者反應裝甲來增加它的防護力 它現在已經重16.5噸 已經是相當重了 等到再加上這些東西之後 恐怕適用的道路也相當有限 所以這個無人機確實 改變了戰場的很大的身材 但是你說它完全一無是處 我覺得也不會到那個地步 但是只是說要看那個地方的地形是如何 假如是說像烏克蘭這種軟泥地形 一到那邊這麼重的 必然就陷在那裡 但是假如是有良好的道路 這個設施的話 那堅固的這個堅硬的地面 我覺得還是有發揮的空間 所以這裡頭變數確實是非常之多 也很難道一語斷定 我們來關心到的是 因為俄烏戰爭現在有了最新的一個發展 我們來看到現在最前線的狀況是 烏克蘭的軍隊持續的入侵 在俄羅斯西部的這個地方 庫斯克州 好 畫面上我們特別看到 烏克蘭就位在這邊 這邊俄羅斯 庫斯克州就是未來俄羅斯的 西南部的這個地區 我們做一個統計到8月12號為止 連續六天了 全球出乎意料 烏軍就這樣奇襲式的 打進了這個地方這麼久 最新消息有三個戰略指標 我們要帶你一起來深入戰場做了解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是俄軍的部分 目前得知已經從邊境是撤出了七萬六千人 其實數字不算小 第二個我們來看到烏克蘭的第六十一機械化 宣稱俄羅斯的庫斯克州的蘇甲區已經被烏軍給完全控制了 包括當地的天然氣工業的公司都已經被佔領了 蘇甲這個地方之所以這麼的重要是因為根據統計 光是在去年就有146億立方公尺 俄羅斯的天然氣其實就是透過這個地方去運網 攻擊給歐洲國家的 第三個我們來看到再來是俄羅斯它的核能機構 俄羅斯國家原子能的公告做了一個警告 戰區附近的庫斯克的核電站現在面臨 他說直接的威脅 好這個核電站還是俄國三大核電站之一 重要性不可言喻 烏克蘭這波襲擊有精準打擊到俄羅斯的這一些 我們剛剛看到的重要要害嗎 今天我們請專家一次先解讀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的烏軍看起來 已經完成了一些階段性的戰果 烏軍也宣稱他們是有一千人的部隊打下的 真的有可能嗎 西方媒體說呢 烏軍這一波是在為自己謀取一些談判的空間 還是背後其實有其他的原因呢 為什麼要打得這麼的辛苦 真的只是為了爭取談判空間嗎 委員怎麼做這一些解讀 我不論論這是一個談判空間 我認為應該是要減輕 在哈爾科夫戰線不力的時候要減壓 以便讓俄羅斯把在哈爾科夫附近的部隊 抽調回去蘇甲地區 因為這兩個地方很近 大概兩三百公里而已 頂多就是大概是台北到台南吧 所以應該距離不遠 但是如果是把哈爾科夫的部隊調到蘇甲的話 那很顯然的 現在已經被圍困在蘇甲的烏克蘭部隊 進也進不得 退也退不得 就有往後撤了 這個機會 基本上是違衛救照 就是烏克蘭的精銳部隊卡在哈爾科夫 動不了 所以如何把它撤退以後 送到這個東部跟南部去 拯救他們已經被這個 俄羅斯軍隊殺了這個 這個片甲不留的紐約等等 應該是這個戰略 那再來蘇甲我覺得我們新聞媒體在報導 我們趕快注意一下 比如主要例我們台灣 宜蘭縣有個宜蘭市 我們講宜蘭 到底講宜蘭縣還講宜蘭市 目前他們打下來的是宜蘭市 不是宜蘭縣 比較小 兩個都叫蘇甲 它的縣叫區 比如他們叫蘇甲區很大 蘇甲市加義縣 對對類似這種 蘇甲市很小 剛好在西南部 是最靠近烏克蘭的地方 這個市有多小呢 它只有七千個居民 所以一千個軍隊去打七千的居民 再加上民兵 民兵能夠擋三天已經很不容易了 然後整個宜蘭縣 它的人口大概有將近四萬人 就是說蘇甲區有四萬人 然後這個蘇甲市只有七八千人 那現在它公佔的是蘇甲市 不是蘇甲區 那蘇甲區面積比較大 有你所講的這個什麼核能電站 有你講的這個天然氣生產事業 那蘇甲市裡面只有天然氣公司的辦公大樓 大家聽懂 因為你不可能 因為蘇甲市就是蘇甲區的行政一個中心 可是大部分並沒有住在蘇甲市 就像說宜蘭也有羅東 也有蘇澳 也有那個 我們經常洗溫泉的這個叫什麼 蘇甲市 蘇甲市 對 我這樣講大家就會比較清楚說 它一千個人怎麼能夠打下來 這麼大的一個蘇甲 沒有 沒這回事 那俄羅斯為什麼要撤退七萬多人 它是把蘇甲區跟旁邊一起撤退七萬多人 是什麼意思 要讓大部隊進來 也就是要打一場很殘酷的戰爭 哦 打一場很殘酷的戰爭 不過這裡面最重要的損失只有一個人 就是普丁 他被重重的打了一個耳掛 真的 他很丟臉 怎麼這樣子丟臉一個防禦的部隊都沒有呢 這表示說 他的參謀總長還有他的國王部長 在說話說太過舒服了 還有他的前線的總司令太過舒服了 所以不然一千個人哪有多大的戰力啊 一千個人如果在紐約 我現在講紐約不是美國紐約 是烏克蘭的紐約 或者紅軍村 那一千個人根本不算什麼 不算什麼 你說再繼續要部隊其實也不算什麼 所以大家把這事釐清 就可能會有一場很殘酷的戰爭 會在蘇甲市來發生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這個擴散的面積還不算大 就是區區的一個蘇甲市裡面而已 但是普丁確實剛剛如委員講到 已經就是非常非常丟臉了 觀眾朋友又如何看 來跟我們留言做討論 接下來普丁可能會怎麼樣來討回面子 剛剛委員就幫我們預告了 可能接下來會有一場比較激烈的戰爭 你又是怎麼想跟我們留言做討論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前烏克蘭的國防部長也透露說 其實這一場攻擊就是越境的這一場攻擊 要攻擊這個庫斯克州的計畫 早就已經制定了 那二方目前又有哪一些動作呢 這是來自於美國政策研究機構 戰爭研究所它引述軍事專欄分析指出 俄羅斯軍隊正在調動 好 我們來看到呢 曾經參加五月對烏克蘭哈爾科夫州攻擊的這些部隊 那他預估這些部隊如果現在之後移到了最前線去的話 就會產生激烈的戰鬥了 我們來回顧當時在哈爾科夫 五月到七月的這一場戰爭 俄軍當時是以兩個主力 一個是摩托步兵旅 一個是砲兵旅為主力 動員邊境兵力達到三萬人 在哈爾科夫距離庫斯克州大約三百公里 我們現在看下來 接下來俄軍可能會以哪一種方式 哪一隻勁旅來前置烏軍的這一種突圍呢 雙方大規模還會發生更大的一個戰爭嗎 F16會不會在這個時候又再次的派上泳場 邵緯哥怎麼看 其實這次以戰術的角度來說的話 烏克蘭的確表現得可圈可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俄軍的主力 基本上已經完全被攜在哈爾科夫州 以及東烏的這樣一個部分的作戰 再加上之前其實因為 烏克蘭的部隊曾經多次試圖要進攻 包含在哈爾科夫周邊的俄軍的陣地 那同時俄軍也為了故意 就是說他要能夠從哈爾科夫的西北面 然後要超近烏克蘭這個領土 所以其實俄軍基本上已經把這邊原本 編防這些重要的這些包含阻絕地雷等等都移除了 等於說他自己創造了一個可以讓烏克蘭可以突破的空間了 那現在烏克蘭的這個軍隊當然就毫不可以 這些衝進來 對我們這些玩軍事的人來講 庫斯克在這個戰史上可是大大有名的這個地方 對人類歷史上那個發生過最大規模的一場 這個戰鬥battle就這個戰鬥就發生在這裡 1943年這個7月當年德國用兩個集團軍想要夾殺攻進這個庫斯克 南邊是南方集團軍北邊是中央集團軍 加總起來雙方集中在這個區域裡面的戰車 最後加總超過一萬輛 那甚至於當年這個俄軍為了要阻止德軍 南方那個精銳的那個黨衛裝甲軍的這個裝甲部隊 上北邊進攻對不對 進攻庫斯克 還動用了這個史無前例動用這種戰車肉搏戰法 什麼叫戰車肉搏戰法 就把戰車開進去 然後呢也不管旁邊有沒有步兵 就直接一個旅40輛 直接朝德軍的這個陣地衝過去 然後德軍的這個戰車就排成一排 就像遠程打法一樣 砰砰砰砰砰砰 把這些俄軍一輛戰車 一輛接著一輛把它擊毀 然後擋下三到四波的這個俄軍的這個戰車肉搏攻擊 對所以當年這個地方 所以一講到庫斯克 哇所有這個對於這個戰史有研究的 這個朋友都興奮起來了為什麼 因為這個戰爭的確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非常具指標意義的這個戰爭 當年俄軍擋住了這個紅軍 擋住了德軍的攻勢以後 接下來就一連串的這個戰略大反攻 那所以這次在庫斯克這個地方 發生這個戰鬥也讓大家想 是不是有可能成為這個烏克蘭扭轉戰局的一役呢 我個人覺得難度是很高啊為什麼 因為其實烏克蘭現在相對來說 它的這個兵員的確已經不足 它這次抽掉雖然號稱一千多 但是我覺得能夠造出這麼大的這個戰果 絕對不止一千多 那我剛剛前面講 俄軍因為好 為了在這個地方 要事前製造一些突破的這個機會 把一些邊防的這些包含這個地雷等等的 都拆除了 也讓烏克蘭能夠有機會這樣 趁機這樣摸進來 對而且烏克蘭攻進去的時候 它也沒有說一個主攻部隊 就直接朝一個點直接衝過去 而是它採用了一個 前蘇聯時代那種所謂的機動穿透式的這個打法 也就是我在多點進行刺探式的這個突破 然後發現這個區域的防禦最弱的時候 我就集中兵力從這個地方衝進去 然後把那個戰線撕開 然後創造比較大的戰口 所以你看那個目前烏軍 清到這個庫斯克州 這個邊境的這個地區 深入大概30多公里 基本上就是用這樣一個傳統的 蘇聯式的這樣一個戰術跟打法 但其實這個戰術跟打法 對於這個烏克蘭軍來說 也是有弱點的 因為首先我剛剛講 它的兵源不夠多 它這樣用類似孤軍深入 以及擴展戰線的這個方式 如果俄羅斯在這個時候 及時能夠找到這個填補戰線的這個 兵力立刻回來 兵力回來的話 那雙方其實可能就會有一場激戰 不過當然也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現在在這個區域 由於當初俄軍自己 那個疏忽等於說 把這個區域的防務也鬆懈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次美國援助 或者說西方援助 那個烏克蘭的這些精準武器 又有點重新發揮效益 像比如說前幾天 俄軍有一個營 他們搭了這個車輛 要準備去集結 去那個戰場協助攻擊的時候 被那個烏軍用那個HIMARS火箭 整個營通通端掉了 為什麼 因為HIMARS發射出來 是那種子母彈 就是上空爆炸之後 很多小的那種子彈 散出來 把人家一整個營 就用這個HIMARS消滅光了 所以其實你看 那個俄軍在這些年的確 他在打仗上有一些進步 但是這種地方還是 不可避免的犯了這些錯誤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HIMARS在這個時候 居然又能夠重新恢復 發揮作用 因為可能俄羅斯在這個區域 把那個GPS干擾器 沒有布放的 像在東烏克蘭境內 那麼密集 所以你看 讓那個烏克蘭的 那個GPS導引武器 又重新派上用場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場戰役來說 的確就像 蔡委員所說的 對烏克蘭來說 是要有一個 有一個談判的籌碼 因為現在你看 整個西方世界 對於 俄烏衛衝突已經延續了兩年多 然後到現在 這個就是 不死 不活 不上不下的 這樣一個態勢 那對於很多 在那個經濟上 或軍事上 持續支援 烏克蘭這些國家 越來越撐不下去 你看像拜登 拜登 那個如果說 拜登他本身是 那個支持烏克蘭的 但是如果萬一 是類似像 最近政策 這個川普贏了 那這個時候 對於烏克蘭來講 就是國家的危機了 所以他們可能是希望 在9月10月 特別是10月開始 冰雪 重新冰封大地之前 能夠奪取一定程度的領土 然後跟俄羅斯 才能夠在談判桌上 有談判的空間 要不然你說 今天你俄羅斯 佔了烏克蘭18到19的領土 那我烏克蘭手上 什麼都沒有 那你說今天要停戰 當然對於烏克蘭來說 是一個一面倒的 這樣的態勢 當然也需要去改善 這樣的態勢 那當然至於F16 會不會用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個人覺得 因為其實現在 俄羅斯來說 他現在接下來 還會用他的這個空天軍 就是俄羅斯的空軍 全力使用這個空天軍 來填補 在地面部隊 還沒有來及之前 等於說俄羅斯 唯一能夠擋住 這個烏軍攻勢 基本上就要靠空天軍 做那個戰場密接支援 這樣的任務 所以這個時候F16 有機會在這個區域裡面 能夠有這個掌握 因為相對來說 不過我覺得 派上用場的這個時機 可能還不會那麼快 因為畢竟這些飛機 剛到烏克蘭 飛行員有沒有那麼熟悉 這款裝備還需要一些時間 可能還要假以時擾 烏克蘭的F16戰機 才有可能會投入 對俄羅斯的 這樣的實際作戰之中 好 不管怎麼說 這個庫斯克州 一役對於烏軍來說 就是戰略上面的勝利 不過他們現在的這個 劣勢就是兵力還是不足 但是絕對 對他們來說已經賺到了 一個談判上面的籌碼嗎 我們等一下持續來做討論 這一位持續來看到的是 白俄羅斯的總統 盧卡森科 他在白俄羅斯東部的會議上面 特別說 烏克蘭攻擊俄羅斯 庫斯克州期間 還侵犯到了白俄的領空 所以他說 總共統計 10多架無人機 侵犯於這個俄羅斯 接狼的白俄的領空 所以呢 在白俄的部分 他們就用他們的空防部隊 把數架 來自烏克蘭的飛機 給摧毀了 那外交部也召見了 烏克蘭臨時代辦 要確保這件事情 他說不能夠再發生了 我們看到盧卡森科 他的態度還有動作上 非常的強硬 就直接擊落烏軍的無人機 但是呢 一直挺烏克蘭方面的西方陣營 包括北約 德國 美國 這些國家 針對這一場戰役 都沒有表態任何的聲音 他們到底真實的態度是什麼 還是他們是在觀察 這個部隊能夠達到什麼程度 老師怎麼看 第一個 就是美國跟北約的盟國 都過去曾經講過 就是他們會支持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但是不希望烏克蘭 就是進攻 攻入俄羅斯 但現在看起來已經 就在庫斯克這個 這一個戰役 就是烏克蘭已經進去了 但是他們也不是說 一定是會公開出來反對 他們可能默許 為什麼 就像剛剛我們兩位都有提到 就是你馬上就要談判了 如果要談判 大家都會有籌碼 我最記得當年這個小布希 要從伊拉克撤出來的時候 他先做了一個什麼動作 叫做search 加強兵力 就是我先攻擊一批 佔領一批 然後我表現的是 我有這個能力 我有這個能力進展了之後 我再退 而不是像那個 像上次阿富汗 被人家感覺上是節節敗退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要退兵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先進攻一下 表示說我不是被打敗才退兵的 那烏克蘭我覺得 大概美歐國家也默許他 這個就是我沒有公開喊說 你應該可以進去 但是如果你真的進去 我也不會批判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今天 對美國來講 那個特別對烏克蘭來講 馬上11月大選 萬一是這個川普上來 共和黨贏了 我們沒得完呢 而且如果今天 川普又不是 狀況不是很搞 換了這個我們講 這個JD Vance 要更糟 比川普可能還要 對烏克蘭更沒有情感的話 那烏克蘭怎麼辦 所以可能會被迫談判 但是我先爭取籌碼 然後讓我的談判能夠好一些 我們看到就是現在的情況 我長期一直在強調 就是如果今天佔領了 這個五六分之一的領土 俄羅斯佔領的 有些不是在傳統的 就我們講的烏東地區 它在烏南其實已經超越了 那你到時候你就希望說 能夠把那些地方拿回來 一定會有這些我們講說 領土的交換 因為不可能俄羅斯現在佔領的 就剛好說我沿著這個 當年你們定義的烏東裡頭 我就站到這裡 一定會有過去的 會有沒有佔領到的地方 那到時候可能就會有一些領土的談判 那我覺得烏克蘭今天做這個動作 就是一定是第一個讓普丁談判 會覺得沒面子 剛才蔡委員講的 你可能會覺得 哇怎麼搞 擺命一輸怎麼就讓烏克蘭進來 這個時候可能俄羅斯裡頭會有壓力 說普丁你搞什麼 說不定我們真的沒有這麼強 我們還是進行談判 也可能會有談判 所以我覺得雙方其實都在為談判做準備 就是談判之前大家都要展現一些強勢 我不知道離婚的夫妻 在這個上面有沒有做這一類的東西 就是先展示我的實力 然後再做談判 俄羅斯東部的諾河羅迪夫卡村 這個村莊在這邊 距離烏東的東部五條公路 還有一條鐵路交會的 我們今天特別關注在紅軍村的部分 其實這兩個地方相當的近 現在只差八公里左右的一個距離而已 另外來關心的是 在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烏東的最大後勤枢紐 也就是波克羅夫斯克現在是俄羅斯 東部正在猛攻的一個重要目標之一 俄羅斯他現在猛烈的攻勢下 讓基辅國會議員是忍不住發生了 他說現在基辅的狀況就是說 幾乎每個家庭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沒有電 可以來做使用了 那俄軍的空襲 烏國的這個能源設施的基礎設施 都讓烏國現在逐漸的 是接近全面停電的一個狀況 好專家曾說打仗就是要打後勤 我們看到俄軍現在揮刀 進入了整個烏軍的後勤重陣 再加上烏克蘭重要的電廠 一一都遭到俄羅斯給摧毀 烏克蘭到底還守得住嗎 盾內磁克的部分會守得住嗎 這會如何影響到接下來烏東 烏軍在這邊庫斯克的攻勢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庫斯克的攻勢 一直看不出來是這個烏克蘭軍隊 希望能夠在這個地方能夠有能力 繼續擴大戰果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對於如果說今天烏軍 在那個庫斯克州的這樣的攻勢 他想要擴大戰果的話 他應該逐步地投入兵力 而且他並不會去設法炸毀 這個上面的這些重要這些橋樑 為什麼因為你橋樑炸毀 代表就是說今天你自己本身的攻勢 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 那當然你現在看到反而看到 俄軍不斷地在設法建立多處的浮橋 讓俄軍能夠渡過和將烏軍趕出去 那烏軍之所以進攻庫斯克州 我覺得主要還是希望能夠為未來 可能的這個談判增加一定的籌碼 為什麼因為你現在俄羅斯 佔領了烏克蘭的這個土地 已經佔了20% 但是你烏克蘭反而手中 沒有太多的這樣一個資本 可以要求這個俄軍撤軍 那烏克蘭要求俄軍這個撤軍條件 至此一直非常統一 那個同調的就是說 第一你要停止戰鬥 第二呢你一定要完全撤出 所有佔領的這個烏克蘭土地 以及這個克里米亞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情況下 俄羅斯用了這麼大的資源 佔了這麼點土地 你現在要他完全的 完全立刻放棄 然後完全撤出 這個其實難度也是非常高 那至於就是說俄羅斯最近來 開始對那個烏克蘭的攻擊 開始著重在這樣一個能源設備 因為能源這個設施 其實像這個基辅的這個議員講 就是說烏克基辅家庭大部分 每天大部分時間沒有那個電可以用 他們現在的問題已經到就是說 那個電廠每天能夠為他們的電網 供電的這樣的時間 已經讓他們家戶的電冰箱 都快要沒有辦法運作 也就是說你今天你家戶的這個電冰箱 沒有辦法運作 也就代表你沒有辦法在家 進行食物的儲存 對 那這其實會對這個一般的民眾 他的日常生活 都那個產生非常大的這樣的影響 那這個時候其實 你說真正對前線的部隊的這個 攻勢 有什麼樣大的這樣一個 這個頓挫或是幫助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 俄羅斯還是要藉由這個對一般民眾 能夠造成影響 也就是說今天俄羅斯 他是希望要讓一般的民眾 都對俄乌衝突 都能夠有感 因為過去俄羅斯一直宣稱 就是這個特殊軍事行動 所以他把整個軍事行動 縮陷在這個烏東地區 但是對俄羅斯電網的這樣的 不是更正對烏克蘭電網的 這樣的大規模打擊 會讓戰爭的影響家家戶戶 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那至於就是說後面 這個烏克蘭這樣一個 那個攻勢的這個部分來說 我覺得他現在的這個能力 能夠把獲得的 這個庫斯克州的領土 能夠不要放棄 就已經很不錯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真正對烏克蘭的危機 不是在庫斯克州 俄軍可能的反攻 而是在包含像 敦涅斯克地區等等 對 烏東 烏東地區 因為你可以看到像 現在西方每一天 所公佈的這個俄軍 在這個地區的行動 俄軍基本上是從北到南 幾乎算是每一個地方 都在尋求突破點 那這個時候你烏軍 在那個烏東地區 能夠部署的部隊再多 大概也沒有辦法 能夠承受這個俄軍 在各個點進行 這樣一個突破的 這樣一個嘗試 那這個時候甚至於俄軍 他你說今天這個紅軍村 如果萬一被那個 俄軍在後面包圍的話 他今天不僅僅是 在於就是說 這是一條多個 那個路上的這個交通扶走點 還在於就是說 烏軍在這個地方 其實有相當數量的 這個主力部隊 所以如果當那個俄軍的 這個情形攻勢 一旦將這個俄軍村 攻下來的話 烏軍 烏軍今天損失的 不僅僅是這個交通 這個扶走點而已 還包含自己的部隊 其實已經會遭到 俄軍的這樣的包圍 也就是你的主力 會被人捕捉住 那這個時候其實 對這個烏克蘭軍隊 事後要再進行長期的 這樣的抗戰 或是能夠有足夠的 這個資源跟俄軍 持續進行戰鬥的話 都影響往往是並不利的 那俄軍現在是集中了一切可用的 這樣的資源 然後呢 希望能夠在烏東地區獲得突破 所以你看 他對庫斯克州被占的這個事情 那個土地被占的事情 感覺好像俄軍 的確他有調部隊前去 要設法能夠奪回這些土地 但是你看 以這個戰場的這個積極度 跟主動度來說的話 不可否認的 在頓涅斯克地區 或頓巴斯地區 這一系列 從北到南 這個烏東戰線 全戰線來講 俄軍現在顯然 他們的興趣還是在這裡 也就是說因為他們深信 烏軍的這個主力 還是在於 烏東戰線的前線的部分 如何能夠捕捉到 敵方的主力部隊 而且對敵方的主力部隊 能夠達成重大的打擊 其實才符合俄羅斯 在整個特殊軍事行動中 他所要達到目標 我們持續來看到 現在確實 俄軍不斷傳出他的戰報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國防部宣布的 軍隊攻下了位在 頓內茨克州跟 盧甘斯克州兩個村莊 就已經這麼的危急了 對於烏克蘭來說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他又出了什麼問題 本來他們都是很期待 西方的這個F16戰機 首批確實已經到了 但是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首批六架 由六名完成訓練的 飛官來駕駛 但是根據美國官員指出 後來卻因為自行的 人為操作問題 還不是因為俄羅斯的 這些攻擊而導致墜毀 F16本來是要用來阻擋俄軍的 還在烏東地區的突圍 現在怎麼變成好像自己 損自己 自摔 烏軍對於F16的操架 這麼被動 代表現在戰爭進入了 一個商庭的階段了嗎 大使怎麼看 對 現在烏軍事實上的狀況 是不好的 雖然各媒體一直在 西方媒體一直幫他忙 這次這個F16的這個飛機 被擊毀 這個飛行員陣亡的事情 是烏方自己主動發布的新聞 發布新聞的原因就是 因為開這架飛機的駕駛員 在烏克蘭是大名人 他的名字叫奧列斯基梅斯 這個名字他常常出現在 烏克蘭的電視媒體上 而且他曾經代表美國 烏克蘭到美國去遊說美國 提供烏克蘭F16 所以他在這個整個烏克蘭國內 是一個名人 英文也非常的流利 所以他突然從這個 群眾眼中消失 他這個是無法無法無法 這個怎麼掩飾 所以烏方他就是透過出事的 那個地方的城市市長 然後呢把這個消息公佈 而且呢把他的葬禮的這個 這個照片都公佈出來 也是對這個人要有個交代 要不然一下突然不見了 他因為他在整個烏克蘭 這個社會是一個知名人士 那他怎麼樣出事 說法不一 可是呢我聽到有個版本的說法 那是說烏克蘭的空軍司令 事實上他自己在他的視頻上 公佈了一段視頻 這裡面啊有看到他去巡視 這個這個烏克蘭在7月底 才拿到的這個F16的那個基地 那那個基地呢 裡面這個視頻裡面 還有就是說 還有這個是個駕駛員 奧列斯基梅斯也出現在裡面 雖然這個視頻他後來拿掉了 可是這個視頻呢 從他的那個背景裡面 被認出來的那個基地所在地 因為他有一些附近的建物 還有一些高塔被認出來以後 這個視頻公佈沒多久 俄羅斯的飛彈就到了 所以呢就是直接就知道 那邊有F16 然後就直接飛彈就過去了 所以這個如果說 這個報導是屬實的話 那就是烏克蘭自己軍方 自己害自己耶 自己害自己暴露你的這個 暴露你的位置了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當然美國人是會幫他這個 這個緩加啦 說是機艦故障啊 或者怎麼樣情況 他不可能是被 在軍事行動被消滅的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就是說 他到底是在 他的飛機沒有起飛 就被擊毀呢 還是在倉皇起飛中 被這個來襲的飛彈擊毀啊 這個細節當然我們無法掌握 不過 因為這個飛行員是這麼高調的 可是他們就是說 現在講起來就是說 雖然F16這個飛機是很容易操縱 可是它系統不一樣 那這個飛行員 梅斯啊 他過去是開米格29的 所以呢 他基本上是速成班去拿去學 人家這個一個F16飛行員 可能要一年他可能是半年 就去開這個飛機了 所以這也是顯示書 烏克蘭的這個空軍啊 問題很多 然後F16 F16一直被大家報到 可是他只有六架 現在摔掉只要五架了 總共承諾是八十架 可是你看這個拖了那麼久才六架 才幾天了 七月初才拿到的 現在就少一架了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真的是 在這場戰爭裡面 真的是烏漏天逢連夜雨啊 好 針對F16的部分 我們看到西方的援助 確實如大使所說的 遲遲都無法到位 現在到現在只有六架而已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俄羅斯 他有拿到誰的援助 現在說可能拿到北韓的援助 那接下來中國大陸的角色 我們也帶大家一起來看 其實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南韓軍方就持續的 在做一個數據的追蹤 說北韓有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那確實呢 南韓的國防部 在27號這一天 也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上面也顯示說 確實北韓在近兩年有向俄羅斯 輸送貨櫃 而且這個數量超過了一萬三千個 如果我們把它用 152毫米的炮彈做計算的話 那麼這個櫃子的量去算 多達了六百多萬發 而且數量還在持續的上升當中 另一方面我們今天也說了 要來看看中國大陸的未來 在這個戰爭中的角色 解放軍的陸軍司令員 這位李喬明上將 8月23號他在訪俄之後 未來關係有沒有出現 什麼樣的變化跟調整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 一起來關心的 大陸接下來有沒有可能 派遣他的志願軍到俄羅斯協防作戰 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消息傳出呢 另外就是北韓曾經出動志願軍 當時真的有達到影響 俄烏戰爭的一個目標嗎 溫家老師 其實我們現在有傳出說 這個中國可能會派出 這個志願軍戶俄羅斯去 那當然這個是來自一個背景 就是剛剛已經說講 8月23號他們李喬明的這個 總司令 陸軍司令 然後到了這個俄羅斯去訪問 為什麼此時刻他要去 那當然是到底是誰有求於誰 我們就看一個角度 如果說今天俄羅斯有求於中國 那是應該俄羅斯來 但是你看中國從這個 從七月份的他們的副總理丁爵祥去了 然後接著8月23號他們陸軍司令員去了 那顯得意見中國其實這個層面上 他是有意要跟這個俄羅斯進行 更緊密的一個軍事一個合作 那為什麼會傳出來為什麼會去呢 那當然有幾個因素 所以引起這個大輿論的一個討論 那當然就是有關於他們要更加深 他們的中俄的一個軍事協作 因為我想這個團結力量大 他用軍事協作來遏止北約跟美國之間一個合作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有關於他要提升他的軍事實力 因為還有他的作戰能力 就是經驗 因為其實這個中國呢 他其實在這七十幾年來 其實他也很少有這個作戰的一個經驗 而且俄羅斯為什麼要練兵 我覺得他是有可能就是要去對付這個烏克蘭 因為為什麼之前沒有去派兵 現在想要派兵 因為源自於因為烏克蘭 他已經入侵了俄羅斯 其實這個啟動是等於說 他變倒過來是一個入侵行為 你看北韓也支持 中國也支持 那這樣子大概就是中國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個練兵 跟一個所謂的實務操作 那當然還有他推動他的國際影響力 因為這樣子顯得意見 他就在這國際上就很有影響 那第四個就是對付美國這個十一月 這個初的總統大選結果 其實中國一直認為說川普會獲勝 而且川普經常在放話說 他一天之內就要讓這個烏俄戰爭停掉 那為什麼他一定去聯合俄羅斯 給俄羅斯好處 然後呢其實提供 就是對烏克蘭這部分 他可能提供他所謂的支持 這樣子他可能就能破解 川普所謂的這個 不管是就是烏俄戰爭 或者是說這個 川普可能會操作聯俄至中 聯俄至中 所以呢中國先下手為強 先下手為強 先去跟你做緊密合作 這樣子你就能夠防止這個 俄羅斯受到美國的分化 那所以這幾個情形 那你剛剛講說有關你北韓 他曾經出動志願軍 那其實在這個烏俄戰爭打起來 其實北韓他也相對的 他也提供了這個 俄羅斯不管是彈藥 糧食都有提供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說 這個對戰場有沒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幫助不大 就是頂多是後勤資源 因為畢竟 現在這個俄羅斯的這個軍事水準 當然遠超過於北韓 而且他基本上這個俄羅斯 現在還是世界上 這個核武器最多的國家 那你想他當然就在這個戰略上 是其實他不用靠北韓 但是在戰術上 在後面上需要北韓 所以北韓取的角色是非常有限的 反而我們要注意看中國 因為中國如果說他又派兵 然後又提供實質的援助 那顯得意見呢 其實我們更應該留心 中國對這個烏俄戰爭 這個介入的程度怎麼樣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正在環球打正前 正在環球打正前 正在環球打正前